哈喽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童玩具 今天我们又一起来玩 萝卜超人 萝卜水晶的玩具 快看 这还是那个水晶收大盒 今天呢 我们要从中选取 两对奥特曼和怪兽 进行大作战哦 首先看一下里面的水晶吧 找回奥特曼吧 哇简直是太酷了 这就是我们萝卜水晶收大盒 我们要其中找到四个 奥特曼和怪兽水晶 一对一对的进行战斗 看看是奥特曼厉害 还是怪兽更厉害呢 现在我们就赶紧来选吧 首先我们拿出一颗 隶属性水晶怪兽 这是怪兽水晶哦 我们再来选一个怪兽水晶 就这个吧 魔术性水晶怪兽 然后选择奥特曼 就这个了 倒数性水晶 用我们的倒数性 召唤 杰德奥特曼 然后再来选一位 就这个好了 火属性水晶 召唤出来的是 烈火形态 罗索奥特曼 四颗水晶全部集齐 现在开始召唤吧 现在我们要用 萝卜水晶变身剂 开始召唤我们的水晶 当当就是这个了 开始进行召唤吧 现在我们召唤 第一颗水晶吧 魔术性水晶 怪兽召唤 魔王兽 格鲁吉欧布恩 召唤第二颗水晶 倒数性水晶 杰德奥特曼 奥特曼阵营里 最年轻的奥特战 是杰德奥特曼 召唤成功 杰德奥特曼 遇到了火炎古兽 火炎古兽 格鲁吉欧布恩 把杰德奥特曼 给打倒了 杰德奥特曼 又站了起来 杰德奥特曼 生气了 吃我一拳 哈哈 杰德奥特曼 用他的精湛的格斗术 打败了格鲁吉欧布恩 召唤第三颗水晶 隶属性水晶怪兽 布莱克王 召唤最后一颗水晶 火水晶水晶 罗索奥特曼 全新战士出击 罗索奥特曼 烈火形态 布莱克王 开始攻击了 布莱克王贡献 看我的烈火爆球剂 好了 小朋友们 今天的玩具故事就玩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点击订阅吧 拜拜